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办了一个版 其实是一个版而已 那个版就顶多两三页 他有个问卷调查 这个问卷调查他问很多问题 他大部分的问题问的都是 你觉得做爱沉闷吗 这一类的东西 你想跟哪一种动物做爱 闻到的母校 这两条问题就出来了 两条问题是成为大家焦点 第一条问题是 你想跟哪一个家庭成员 你对哪一个家庭成员有幸幻想 父母 兄弟 姐妹 我想偷窥他们做爱 想偷窥他们做爱 然后你最想跟哪一种动物做爱 结果这个问题出来之后 就很多报章杂志就把它转载出来 说大学生去问这样的问题 然后有人就去投诉 香港有个社请及不雅物品审材处 那么他们收到投诉 结果现在就判了这个学生报是二级 不雅级引线 很严重 判到这种程度是可以上法庭负刑事责任的 但我看那学生们中大学生们不还游行吗 抗议呢 有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 那么在香港就闹得很厉害 因为香港过去几年一直很多人关心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大学生好像越来越淫贿 就是说其实在这个事件之前 已经很多人说现在什么赢心赢啊 这一类里面太多的色情啊 性啊方面的话题 然后大家就拿着这个拼命奖 然后就说现在大学生都不要脸啊 怎么触犯这种社会禁忌 又讲乱伦又人寿交 就这样一直闹下去 其实我觉得啊 大学生是很多迷失的其中一个重点 就是大家都觉得说 他们能够进到这个大学里面 就好像他们已经是一种特别 对一种高等的动物 我们叫天之交子啊 对以前是这样子 但是今天你问大学生 我也试过有一些场合 就是提出一些对大学生 或许大学的一些要求的时候 大学生会自己站起来 就是说你们不要再做这种梦了 我们其实也只不过是想要安定 我们只不过是想要说 拿到一张长期的饭票这样子 所以好像大学生自己对自己的那个幻想都破灭了 问题是我们现在在一个时当的时候 就是我们觉得说 我们很害怕信这个东西 所以如果大学生做出一些像竞技的一种出动的话 我们又觉得他有责任 所以他不能够做一些 我们都不敢想 我们都不敢做这些事情 所以变成大学的这个大学生身份 这个神话化 我觉得就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现象 那你说这种探讨人寿交 探讨乱伦 出现在校内的出版物上 这种现象 你们觉得好吗 不好 我觉得好啊 行还是不行 我觉得当然可以啊 为什么因为本来 首先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学生刊物 他问这样的问题 我一直认为这个刊物 他的问问题的方法有问题 技术性的 技术的问题 它是技术问题 技术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这一类的讨论 最近几年其实很多人在谈 台湾也有一个教授叫何春蕊 甚至对去年还在被告上法庭 就是为大家说他鼓吹人寿交 其实是这样 就有点有点 还有SM 对还有SM 用大陆的例子来讲 其实台湾的何春蕊 跟这回的中大学生报 向大陆的谁呢 李银河 但是呢 这种东西啊 人寿交乱伦 所谓乱伦 我叫近亲这个性行为 像这种东西呢 其实在很多地方都讨论很久 就是这是一个 当然是 一个学术性的题目 大家可以很认真去讨论 而且我要说的是 在有些地方 它是合法的 法国呢 美国人寿交 法国近亲相间是合法的 人寿交呢 人寿交在德国跟丹麦是合法 对 是合法的 真的吗 你买了机票了吗 太爽了是吧 你觉得 德国 这个 德国闲竹手 怪不得你这样 对对对 好快 所以我跟你说 这个 我不是说人家都合法 我们也要超应该 我不是说这个 我是说 我们应该去看这个问题呢 它并不是在全世界 普遍的被禁止的 而且一个东西 成禁忌 禁忌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被禁忌的东西 首先是存在的 它才会被禁忌 比如说我们不会禁忌去谈 人头马 独角兽 因为它不存在 一个东西一定是存在 我们才会变成禁忌 OK 第二呢 就是成为禁忌呢 更妙的是什么呢 我们都不谈这个禁忌本身 假装它不存在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我们今天禁忌的不是乱轮 我们禁忌的是不能谈乱轮 我们禁忌的是 我们假装没有乱轮这种东西 而且从来没有人想过这个东西 我们也想象不到 结果今天呢 问题就在于有人提出来了 那大家就觉得很被冒犯 所以我觉得这学生提出这个是很正常 只不过呢 就是他用这样一个态度 就是说你最想跟哪一个 看哪一个家庭成员做爱 偷窥他们洗澡呢 但是他这么问的时候呢 他沟通技巧不够 因为我们的读者那么保守 我们社会那么保守 他没有想到 他没有想到 所以你可能要铺垫一下 就说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我们是想做什么 那就不一样了 缺我这样的人去给他铺垫 主持人整个人干的就是这个 主持人就到最后就会发现 实际上什么也可以说 但问题是你怎么说 对 对吧 这个语境很重要 那你知道我接下来有说什么吗 其实还蛮严肃的 我自己一直在看这个刊物的时候呢 就因为我想写一篇稿子 整理一下我的想法 我就看到说 当中就很多的ansiety 非常多的焦虑 非常多对性这种东西都不肯定 因为这个社会到底不是鼓吹年轻人有性的 最好你就是结了婚 在家里关上门才有性 对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所有给诗奶啊 给那些OL刊的那些周刊 每一期的那个封面 其实都在讲性 对 我们走过那些所有的巴士站啊 那些灯箱都是性 对 所以你怎么能够要求我们的年轻人 好像吸收了这么多的资讯 但是他们就能够自己 按照这个所谓的那个正统的规范 完全知道那个游戏规则 他们不按那个游戏规则 来探问一些东西 马上你就给他定罪 我觉得这个很恐怖 而且香港的传媒就虚伪到一个什么地步 就是像最近这个事件里面 批评这帮大学生批评的最狠的 骂他们骂的最凶的 是有风月版的 对 就是那些在香港叫风月版办的最多的报纸 就那种报纸是怎么样 它是有每天有四百 我算过 我还特别买 买回来这回来 平常我不看那份报纸 特别现在买回来看 它有四百 然后这四百里面的那些标题啊 什么都非常耸动 然后很多的图片 然后他现在这份报纸却说 现在大学生很堕落 那么我就觉得除非你这份报纸 你是完全不希望自己给大学生看 OK 你可以这么做 你如果我报纸上面头版写得清楚 本报不卖给大学生 我们不卖给大学生 对 大学生不移 OK 那我觉得OK 那你还算是合理 有责任 但你不是 那你是不是大学 而且如果你大学说 我们禁止同学的刊物 出现这些内容 请注意它 而且我看林环文章写得很对 没有什么图片 对 全是字而已 而且那些图片也很 怎么说呢 那些就是所有的图片 风月版嘛 那些图片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得到 就是画一些很怪形怪状的一些怪物 然后那个舌头会这样伸出来 然后他手好像一个蜘蛛 或许这个人根本那个身体呢 只有一个屁股 然后在抽烟 这种东西哪有人看 看见了会觉得 兴奋 对啊 但这些报纸 你怎么可以就这么去判断它呢 而且香港的 真的是所有的杂志啊什么 都在谈性嘛 我举一个例子 我已经也是发展到一个 我看不懂的地步 我最近看到香港一起的周刊 某种周刊 它的封面的标题 我是不懂的 我看了半天 那我一直想买 到后来我想买的时候 它卖完了 是新的名词吗 不是 它的字是组合起来 我不懂 每个字我都懂 它的标题是这样 香港现在有个电视剧里面 有个人物叫大气 对对对对 它说大气 就是一个大 大干妈 大干妈 大气 士夫 士夫 监淫 所以她在这个家族里面 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那其中现在要发展到一个情节 就是那个大老婆要病死了 就是金平梅里面那个无什么 然后她来当权 但是她那个权 还要很辛苦地争取回来 变成性这个东西 就是所有要权的女人 就是会有性这方面的一种挑逗 或许什么的 然后另外一期 就是也是最近一期 我临上飞机前 看到一本杂志 它封面是 它的封面是 再造人沙滩滚奶 这就是新名词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它是这样 它是狗仔队拍到 有三个女星穿着比基尼 到一个沙滩去晒太阳 然后她就指出来 这三个女明星都是再造人 什么叫再造人 有整形吗 对整形 假的 一个装过胸 一个整过脸 那么三个人就是再造人了 由于三个人都这样子趴在沙滩上 这不就滚奶了吗 这个节目中无所不谈 我不相信在无线电视 我们可以 你说在大学生里 他在学校里 他还只是提问 你想跟父母还是姊妹 什么发生关系 我告诉你说 你校门外头成年人 办的杂志 都在讲这些 我那天看见一笔标题 就我已经上了嫂子的床了 他都付诸诗诗了 这个还蛮实事求是的 讲一句话 他刚才讲的所有那些例子 他其实当中有更多的一个东西是恨 其实性背后的那种恨 就是得不到的东西 或许就是想得到各种各样的 但是得不到的那种牙痒痒的那种感觉 那种仇恨的文化 其实在香港这个周刊的封面上面 常常是用就是说明星的这个名义来 对 那个恨其实真的是一个 就像说一颗恨架的心 那种牙痕的 对对对对 枪枪塞人行广告之后见 来 林导演讲讲 其实我觉得你刚才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有些报纸它特别多风雨板 但是它也会把这个新闻就渲染的特别的大 但是我想讲的是相反的 就是有些报纸它一直都鼓吹 就是说知识很重要 但是有时候它在报道这个新闻上面 我也觉得它的立场特别的保守 就是它也不会说用一个比较文明的 或许一个我会叫比较liberal的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还是用那种所谓社会的道德力量 就是说你们不能随便去低谷这个社会的反应 我们多么的重视家庭价值这种东西 那教育是什么 教育就是你要认知到一些新的观念 然后让我们可以不要永远只是按照一些规矩 然后我们不会自己去思考问题 那大学生现在真的有踏出一步 他想告诉你说我要思考性幻想这个问题 那你马上就告诉他说 你不能这样做 因为这会影响到社会价值 那我觉得平常你的教育板 搬那么多业来干嘛 对 满社会的男道女昌 是吧 但是你把矛头对向小孩子 而且刚刚讲教育 我就想起来大学生 我们是应该放弃对大学生的很多的幻想 比如说像在美国 可能他货车司机 他都是大学毕业生 可是问题是大学本身跟社会上别的一些的机构 大学跟剧院跟很多地方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有点像剧场 有点像电影院 有点像一个艺术活动的地方 就是他是一个实验室 他应该是可以容许很多不同的观念在这边出现 对 应该是这样的 我想到一个例子 就是香港这几年其实大陆也是 我们每次说到我们大学要办世界一流 要国际化 严必称哈佛耶努 对不对 你知道哈佛大学有个学生办的性刊物 对 叫H-Bomb 几年前非常轰动 那么最近快要垮掉了 垮不是校方压力 是校方说我们让他办 但他自己不来注册 怎么样怎么样 就没办法再赞助他 这个杂志是怎么样 它不是中大学生报那样子 里面就两三版 它是一整份 一整份有照片 有图片 有小说 什么都有 然后呢 他里面的照片的模特儿 就是学校的学生 然后呢 那学生上去呢 就捎手弄之 还裸体的 然后里面还谈自己的性经验 我昨天晚上怎么样上了谁 我很爽 如何如何如何 这样子 那这份杂志刚出的时候 美国媒体也是很兴奋 就说哇 那不是一般的哈佛 哈佛在办这个 抓到你的鞭子了 对 抓到你面 哈佛 哈佛是谁啊 而且哈佛是 是个牧师的名字 大家看 是牧师办的学校 然后呢 结果去问哈佛校方 哈佛校方就说 我们就 所有的学生刊物 反正都是一样嘛 就是你要符合一个规定 什么规定 你的工作人员 要起码有两个 你要有一个年度预算案 OK 这就可以了 注册的问题 注册 对 就是这个问题 然后他们就来注册 注册完了 哈佛校方说 校长这样说 对 注册完了 然后呢 就问学校 你会不会审查 我们向来没有审查 学生言论内容的 这种传统 这我明白了 然后跟着学生会 哈佛学生会 还出钱赞助这份刊物 那么 你在骗我们吧 真的 这是真的 你在骗我们吧 我一直说 下马上就会这样讲 然后 然后耶努大学 这个哈佛这个 自己办不好快垮 耶努有个很厉害的 耶努有个叫 Seswick 信州 他每年都搞一次 整个校园 摆摊档 然后有些人就会卖性玩具 什么 然后他也有一个刊物 那个刊物最近一起才厉害 里面有篇很长的文章 他把女性的性器官 下体分成18个部分 详细解释 无论你是男 你是女 你怎么样让你的伴侣 如果你伴侣是女性的话 得到莫大的满足 非常详细写下来 然后全在讲这个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香港的大学 现在那些校长 或者管教育的官员 社会一天出来 我们什么时候都赶上哈佛 我猜因为他们的 生生活不太愉快 是吗 因为这种东西 其实还蛮reflective的 就是它很反映一些事情 就是说你看到那个东西 马上那个敏感的神经 会这样的跳跃 我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比如说我看到 我真的我还抱着很大的期待 以为有什么很惊片动地的事情 然后看了之后 我就觉得说 真的我觉得说 年轻人就是有这些郁闷 因为他们都很不肯定 比如说他有些文章 就是当然没有像他刚才讲的 那些那么的刺激 就是比如说女生 他会觉得说 自己很爱自己的男朋友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男生能够满足他 所以他就要幻想 他的男生变成是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用自续的 自足的一种方式 来得到满足 在他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那个床有点滚动 然后就咬醒了他的男朋友 然后他男朋友问他什么事情 然后他就说 我很爱你 然后就抱着睡觉 然后他感觉上就很舒服 就这样 对就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他你当然你什么东西 你都可以把它当成 是个挑逗你的东西 但是这个当中 他真的有一个 还蛮放在那个看物里面 就是一个女生 她有的那种 对自己的一个 怎么样才叫幸福 怎么才叫快乐 对一种探讨 关键是某些人 根本就认为 他还是那种印象的 大学生 纯洁的孩子 怎么能弹性 还唱橄榄书 对 怎么能弹性 什么SM 怎么能探讨 大家应该在树底下 抱着吉他的唱歌 对 对 对 所以为什么 就是说你不符合 我认为你是什么 但你不是 我就讨厌你 但是他刚才提到 也有也好 哈佛也好 他其实还是很多人 会觉得说外国人 白人 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自己觉得说 对 白人比较开放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真正要讲 家庭价值的话 也许我们要来探讨一下 就是外国人的小孩子 爸爸妈妈是怎么带的 就是什么时候 开始让他们自己走路 什么时候让他们问问题 小孩子问问题的时候 爸爸妈妈会不会 一个巴掌打过去 就说问问问什么 这个就是那个文化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说因为小孩子 很早就会自己走路 很早就会问问题 很早就把爸爸叫做Bob 或许Mary 你不会说 你干什么 你那么不尊重我们 是是是 长大了之后 他们很早就变成一个 对自己负责任的 一个成年人 我们今天在香港 最大一个问题就是 所有的那些电视节目 报纸 大家都常常会 丢一个问题出来 就是说 这个如果给小孩子看到了 怎么办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小孩子 一定会看到呢 还有就是说 小孩子他就算看到了 难道大人是死的吗 大人不能够跟他解释吗 讨论吗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 反映的更严重一个 不是小孩子 年轻人的问题 是大人的问题 是我们的文化 根本没有大人 大人我们都没有 成年人节目 为什么人家日本 可以在晚上几点钟之后 有成年人节目 为什么台湾也有成年人节目 但是我们香港就是 所有人都是小孩子 大家都要监管对方 彼此监管 就是说 乖 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有趣 香港的确是 像我们刚刚 你知道我们刚刚讲的话题 我们在中间广告实现的时候 林玉华才谈起 像我们今天这集节目 讲的话题本身 我们今天这么讨论 我们完全不是在宣营 对不对 我们就在讨论一个问题 很严肃的 对 像这样的讨论 这样的讨论 在香港没有任何一个本地的电视台 会去做 会去播 有线电视也不会 这个社会是一个 我们的杂志封面 都是在照人沙滩滚奶 但是大部分场合底下 大家都要是非常的纯真 然后让整个城市充满同志般的爱 然后每次宣传香港这个城市 就会一帮小孩子出来 在这个草地上铺成一个世界最大的星 像这种东西 是这样的一个很 是 装幼稚 装可爱 是香港很重要的一种文化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照你刚才说的 其实大学校园里头 这个思想自由的碰撞交锋程度 甚至还应该比社会上更前卫一些 理论上 对 理论上 一般西方国家 它就是个各种思想交锋的地方 但是你知道最近大陆都聊什么 就是像你说香港大学生 太实在了 现在的大学 从一年级开始就就业辅导 就怎么找工作 从二年级学生就出去实习 现在这个问题有争论 实业训练 对 说这也好 跟社会接轨 甚至有的学校把这个就业率当成这个专业吸引人的一个指标 就是说我这个多少人找着工作了 所以现在争议的一方 他就提出来 说大学就是你们说的 大学本来就是应该各种先进的思想 前卫的思想 甚至不一定正确的思想 在交锋讨论碰撞的一个原地 其实这是个思想之母 对 对不起 我要举一个很娱乐的例子了 听听看会不会很就是不切实际 我认识一个演员叫吴彦祖 22岁香港回归的那一年 他就背着一个背包去了香港 他只是想看看香港是什么样子 回归是什么样子 结果呢 他所有钱花光了 然后他留在香港工作 然后一直到今天 然后他就今年拿了一个最佳新导演奖 拍了一个香港没有人会拍的电影叫四大天王 来反映香港的那个流行音乐界的现象 好了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我就觉得说 他也刚好是一个建筑系的大学毕业生 他今天变成是很多人的欲望 很多人可能都觉得他 我好看到他就觉得自己特别兴奋 但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可以今天卖广告成为什么品牌 在这边所有的地铁都看得到 但是他还是会走到大学去 我带他去 然后他跟学生在谈说 他很多时间会放在 比如说他跟他女朋友去非洲 去盖个房子 晚上八点钟就已经没有电视 没有什么都没有 两人就看星 然后就聊很多事情 生活其实只是一个 怎么说 一种一个态度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带他们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 大学是 大学是 对 要是